来看到日本的富山县 在每年最冷的大寒当天 都会举行奇特的瀑布修行仪式 在摄氏三度的低温当中 一群人穿着单薄的衣物 站在六公尺高的瀑布下 淋冰水 也为日本地震的灾区来祈福 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看 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叮当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李玉璇 祝您顺心 晚安 我们再会